147,《太陽報》,好客之都不好客旅業風光過去時 2015年7月9日港民A07社評美國著名旅遊雜誌公布 讀者票選的全球十大最佳旅遊城市 儘管香港在亞洲區仍能保持排名第五位 但在全球排名則不見蹤影 這個結果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香港景點缺少歷史底韻以示先天不足 近年服務質素下跌及趕客鬧劇不斷更是後天失調 旅遊業風光不再 正是適入取燦明珠不斷升尋影席的見證 成功非偶然 一個城市能得到旅客歡心 不外乎幾大因素 豐富的歷史文化景點 特色的飲食及娛樂設施 以及賓治如歸的待客之道 禪聯全球第一旅遊城市的日本京都 獲得的平與善能讓旅客體驗日本文化和感受悠久歷史 排名第二的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 即以古老建築和南方人的友善大方取勝 其他上榜的旅遊城市也各有競爭實力 由此可見 香港在全球十大不入並非無恩 香港開埠近一百多年 被歷為法定古蹟的建築物不多 且底穩有限 尤其是上至港府下至一般業權人目光短淺 不少具有特色的古老建築物未得到妥善保護 竟然屢一道被拆得面目全非 河東大宅變身發展項目 都是經典例子 而非升國際的武打巨星李小龍故居也將灰飛煙眉 同樣令人惡管嘆息 其實 香港雖然缺少歷史古蹟 但不代表沒有吸引力 香港是中西文化滬稅之地 加上嘉年物美 飲食業發達 仍有力爭一日之短長 這是香港成為文名下以旅遊城市的原因 可惜 最好涉流價租金狂飆 仍商成本不斷增加 購物天堂早就名不符實 傳統美食也買少見少 旅客過門不入不足為期 本港零售數據連續兩年錄得負增長 顯然以為旅業前景敲響景中 香港旅遊業無以為計 零售業隱憂重重 除了有價格競爭力不足的因素 更有政治方面的困擾 近年社會越來越政治化 激進勢力抬頭 不斷上演趕客鬧劇 雖然針對的士特定地區的旅客 但沉重打擊香港的文明浩客形象 連大國際旅客也望而卻步 肥水流向外人田 上月整體訪港旅客抗年下跌1.9% 當中內地個人由旅客更大跌1成 的確,一個地方整天吵吵吵吵吵 紛紛擾擾 加上由零售從業員到一般小市民都笑容欠逢 熱情不再 旅客貼錢買能掃 只會一去不回頭 表面上,香港在亞洲區是連續三年排名第五 不過不失 但熱水行州 不進即退 隨時被競爭者後來居上 以老對手新加坡為例 後徑零例 去年在同一調查中排名亞洲第十位 今年已進身第六 與香港只是一步之差 航空業是旅遊業的重要一環 本港龍頭的國泰航空過去增多次在世界排行榜上 蟬光折跪 姓新加坡一籌 如今因國泰管理混亂 工潮不斷 國際排名的跌不休 在今次最佳航空公司選舉中 由去年的全球第三下跌至第四 新加坡航空則蟬聯第一 谷流偏逢連夜雨 如今香港金融業深陷危機 旅遊業又成明日黃花 四大支柱全報遙遙玉墜 有人擔心香港會報希臘後塵 並不是沒有理由 中文字幕——YK